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律师说 他周二将前往曼哈顿接受传讯 面对超过30项与商业欺诈有关的指控 而在周四晚上消息传出 曼哈顿陪损团已投票决定 将对他支付色情女星狂暴丹尼尔斯 13万美元的封口费 以刑事罪名加以起诉 据CNN新闻网和《每日邮报》31号报道 川普得知被起诉以后 除了痛批相关的结果之外 还警告民主党说川粉会把他们扔出办公室 让他们为迫害无辜的人而后悔 另一方面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则说 正与川普的律师接触已安排他在纽约到岸 消息人士说川普的律师尼切尔斯说 川普最快可能下周二4月4号就可能正式被捕 尽管川普将面对被捕的羞辱 但受到刑事起诉并不影响他的参选资格 曼哈顿地方检察官白艾荣的发言人说 他们已开始讨论要将川普从佛州带回纽约 并已联络川普的律师以协调他道案 就在得知父亲被起诉几分钟后 川普的两个儿子就开始直播和发推文 并随即展开筹款行动 不久川普也透过电子邮件发布了声明 川普痛批这个猎屋行动会引发对美国总统拜登的强烈反弹 除了封口费等起诉外 川普还面临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 还有在处理海湖庄园处理密件等调查 许多顶尖法律学者认为封口费案可能是众多案子中最薄弱的一宗 至于川普的2024年共和党内初选劲敌佛州州长迪桑特斯则说 起诉前总统不是美事作风 他同时表示会阻止执法单位从佛州引渡川普 此外德桑蒂斯说 白艾荣的选举受到金融巨额索罗斯的赞助 在充满疑惑的状况下 佛州不会协助引渡 川普的盟友私下充满信心的表示 相关起诉案没有实质意义 一名消息人士甚至说 这会在政治上助长川普的声势 并凝聚对他的支持 他说这很显而易见 对选举会有所帮助